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网友反映,河南邻州有学生在河水中洗颜料笔,导致河水变得污浊。 当地政府表示暂未接到相关投诉,但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。 据目击者称,该地的写生基地常年接待大量学生,学生在河里洗笔的行为频发。 虽然部分基地有污水处理设施,但环境仍然受到影响。 此前已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此情况,政府也制定了措施加强管理和监督。 未来,将加大巡查力度,确保景区的水质稳定向好。 如情况属实,相关人员将被追责。 学生在河中洗化笔的行为严重污染了河水,对环境造成了破坏。 学校、写生基地以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,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。 同时,政府应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,确保环境的保护和水质的稳定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也要感谢汞留。 我们很谷 Valent。